大家发喜充满啊 开心就好 活在世界上开心一点 感恩师父 感恩太太 你请讲 问76年属龙的女 76年属龙的女的是吧 是 想看什么 图腾 颜色 我看他们就是图腾呀 就是你要看他的命运呢 身体呢 还是他的前途呢 还是他的家庭呢 都想知道 失业 76年属什么 属龙的 看看啊 女的是吧 女的 是你女儿吗 是 我告诉你第一 这个女孩子脾气特别倔 根本不听你的话 是 对 第二 你这个女儿 我告诉你 能力非常的强 但是呢 脾气很坏 所以他呢 就是说 在生活和命运当中啊 经常有坎坷 是 明白吗 明白 而且他被人家也骗过 是 他跟人家合作 做一个生意啊 做一个什么事情的 钱被人家骗过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他好像买房子的 买了一个房子 蛮好的 是的 我都看得到 是的 是一个花园洋房 是的 前面还有棵树 他好像家里 你们家里拜菩萨的嘛 放了一个什么 好像不是观心菩萨 什么 放了一个什么 财神爷爷 我不跟他在一起 哦 他家里好像放了一个财神爷爷 我就想师父指示他 开示他 你想让他回来跟你住啊 你告诉我呀 不敢 想也不敢 我告诉你 你呀 跟他缘分 前世的恶缘很深 是 明白吗 你欠他很多 他出来到你家里来 就是个讨债鬼 听得懂了吗 懂 所以他把你的钱 会花掉很多很多的 你为了他已经 把心啊 钱啊 都花掉太多了 是 所以你就 不要去难过了 是 明白吗 是 花掉就花掉了 谁叫你欠的 你知道他前世是你的谁吗 真的我不能讲 请他想开示 拿着回去 你看见他怎么办呢 真的 没关系 想明白 明白是吧 是 他是你妈 你不要回去叫他妈就好了 我跟你讲了 所以这辈子 很多孩子都是欠妈妈的 搞妈妈 最后下辈子投胎 他做妈妈 他做讨债鬼 来为妈妈要钱 就是这样 很简单 为什么我说 很多的母亲 生出来的儿子 跟妈妈是 是夫妻呢 所以 妈妈的儿子 他不肯放 所以他有媳妇来了 他就觉得 你抢他的情人了 所以妈妈 儿子生出来之后 连老公都不喜欢 就喜欢儿子 从小就是抱在身上的 所以 这个就叫 缘结 老妈妈 你要想通 你今天听了台长的话 你就不要难过了 是上辈子 你造的业 该还的 就还还清楚 明白了吗 否则你怎么可能 这么怕你女儿啊 老妈妈听得懂吗 不要难过了 就当没生过 还亲嘛就算了 还能解冤解 还能解冤解 你要有信心就能解 我可以告诉你 我的一个徒弟 跟他儿子在澳大利亚 十三年不理不睬 恨得不得了 结果呢 就念念念念到最后 他儿子把妈妈请回家去了 你要想做这个事情 你听我的话 每天给儿子念 姐姐做一百零八遍 而且给心经 给他念二十一遍 你自己念二十一遍 坐着呢 随便站着坐着都可以 老妈妈听得懂吗 而且还要把你身上的 打胎的孩子要念掉 你身上有掉过孩子 还有多少张小房子 我看看啊 你一共还要念一百八十张 一百八十张 念掉了之后 妈妈你女儿 就会对你好起来了 姐姐做 谢谢太太 好吗 你跟你女儿 再念那小房子 给他女儿要念 至少念八十张小房子 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女婿对你不坏 女儿对你很不好 听得懂吗 懂 你自己跟女儿女婿 在一起的时候 拍马屁吗 拍错了 你就对女婿好了 太过分了 你这个女儿 本来就很厉害 我还要讲什么 你都自己都明白了 他们还没有孩子 你自己管管好你自己吧 他们又不念经 我想帮他们 你想帮他们 你会帮他们担业的 是的 担着呢 现在大家知道 母亲就是这样的付诸的 所以母亲很伟大 就伟大的这种地方 我梦听她给我鞋穿 小鞋呀 是啊 穿小鞋呀 是啊 你爱她 她不爱你呀 你还她 她就是搞你呀 你这都听不懂啊 我想度她学佛 你先把自己度好吧 什么经都不会念 你度她 你自己不会游泳 人家掉在水里 你说我去救她 你不被人家拉下去 都蛮好了 那就时机没到 老妈妈 再跟她讲下去 我怎么感觉有点盛的谎 为什么啊 老妈妈跟你开玩笑的 是啊 你记住一句话 先把自己度好了 再去度她 你念经念了 有力量了 你一念 女儿就好起来了 听得懂吗 懂 什么时候有孩子 还是告诉我一下 要命 你说这个妈妈欠女儿 就欠成这个样 我告诉你 就是没办法 好了 我帮你看看吧 你儿子属什么 女儿属什么 属龙的 七几年啊 七六年 女婿呢 属猴子的六八年 是你女儿生不出来 你女儿一个 肃兰管堵塞了 听得懂吗 她们过去有过 有过孩子啊 掉了 听得懂吗 懂 好了 我要她念多少张小方子 什么 我会告诉她 她要念小方子 你告诉她 你千万不要帮她念 你念了 你会瘫下来的 知道 明白了吗 明白 好吧 好了 好了 下去吧 就下去了 好了 下去吧 不舍得走呢 不舍得走呢 回去啊 回去好好念进去 好了 下去吧 下去吧 不能说 什么时候有孩子 不说的 好了 就这样吧 现在大家知道 什么叫执着了吗 不得了 妈妈欠孩子还不完的 真的 好了 下一个 卢台长 您好 您好 96年 属属的 我儿子 我儿子